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大洋新闻频道 我是频道主持人调查记者岳哥 真实报道热情发生追溯地球村的中国光影 非常感谢新老朋友们的观看和关注 您的评论订阅点赞转发和打赏 对我来说都非常的重要 有请朋友们继续来支持 现在是2020年11月16日的星期一 美国美东时间是11月15日的星期天 我们继续来聊一聊一组与中国有关的时政消息 同时也有一些与美国大选有关系 那么稍微回应一下上一期的节目 有很多朋友留言 有批评 有表扬 那么我想说的是第一点 我和很多朋友在推特上也有交流 在视频下方的留言中也有一些互动 我觉得恶语相向没有必要 如果大家都认可信息的自由流动非常的重要 那我觉得这已经是最大的公约数 那就足够了 第二点其实有不少朋友在视频下方留言说 他过往两年前就已经订阅了我的频道 非常的感谢 如果您能够看到我的频道的一些内容 那我得说呢 过往我采访了不少的民运界的人士 很多是非常有影响力的 那么他们很开心接受我的采访 虽然我只是一个非机构媒体 那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我是作为一个非机构媒体 在做一点微博的努力 那如果您能看到 那我非常的开心 但是不管怎么说 很多朋友呢 是作为一个社会运动人士 甚至是作为一个政治的活动人士 在做努力 那么其实呢 我们是不同的 还有一位我非常尊重的 民运界的资深人士 他就告诉我 或者说提醒我 其实不少人是一些宗教人士 所以希望你能够理解 其实我当然知道 我也理解 但我想说不同的人 我们是不同的人 那么我们是不是能够求同存异 我们是不是能够互通有无呢 这一点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 第三点 其实过往做了不少节目 我个人还是觉得 重点就是一些左中右的媒体 一些机构媒体 非机构媒体 一些公民记者 如果说在做事实性的报道 在做这样的一些深度调查的时候 恐怕还是应该以事实为基础 要有一些独立的 相对可靠的信息源 同时在做评论的时候 以事实为依据 而且我一直觉得 我也和朋友们分享的就是 媒体的重要职责 核心使命就是对公权力进行监督 不管它是中共的 所谓的公权力的机关 还是哪个民主国家 包括美国的 所谓的公权力的机关 那种赞美 那种附和 那种一面倒的追随 那我个人觉得不是一个媒体的做法 这中间是不是有流量的考虑 有利益的考量 还是有一些政治方面的因素 或者说有宗教方面的一些因素呢 我相信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我还突然想到一点 有朋友就在推特上说 判定一则消息是真是假的标准 有哪一些 我相信这位朋友其实自己心里 毫无疑问已经有了这样或那样的标准 那么今天节目中我们一起看一看美联社是如何来判定一则消息是假消息的 那则消息说的是美军就已经在德国起货了涉嫌影响美国大选的服务器 我们等会回来看一看美联社是如何抽丝剥茧来判定它的真假的 那么先看今天的一则最新的消息 美国媒体在11月15日的下午就提到了 川普将在未来的10周之内制定一系列的强硬政策来对中共进行施压 来巩固他在中国政策方面的遗产 同时呢客观上也让拜登和他的团队未来没有办法做更多的调整 现在直接引语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尤利奥特 他的直接引语他告诉美国的媒体 除非北京改变立场并且成为全球舞台上负责任的角色 否则未来的美国总统会发现 推翻川普总统的历史性的举动在政治上无异于自杀 是一种自杀的行为 那么具体的细节或者说详细的消息有哪些呢 第一点川普的官员就计划制裁或者限制更多的中国公司 相关的政府实体以及相关的官员的贸易行为 只要他们涉及到了侵犯新疆香港的人权 或者是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 第二个细节就是除了新疆在新疆之外 川普当局将会严厉打击中国更多地方的强迫劳动的做法 更直接一点川普政府的高级官员们就计划针对中国的渔业中 对强迫劳动的不断越来越多的使用这个情况来进行制裁 因为强迫劳动和无偿劳动不仅仅是人权问题 而且可以让中国的渔业在具有地缘政治意义的这个行业中 具备更多的竞争优势 所以呢看来中国的渔业公司们又要着急了 接下去第三个要点 川普政府的高级的管理人员正在讨论 扩大国防部列出的被视为与中国军方有联系的中国公司的清单 因为其实就在上一周 美国的资本美国的企业就已经被明确的禁止 向31家与中国军方有联系的中国公司来进行投资 未来相信这个名单还会扩大 就在十周之内 第四点川普未来的对北京的施压 就还包括会寻求让更多的鹰派的 对中国持强硬立场的中国专家在政府中担任高级职务 当然美国媒体报道的时候也特别提到 美国政府的官员就说 目前就不要指望川普总统会在台湾方面出现重大的新的动向 或者美国方面会关闭更多的中国驻美国的领事馆 以上就是美国媒体报道的川普未来十周之内 剩下的时间之内要对北京采取的一些手段 其中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很多 其中也有一些确定的因素交织在一起 不管怎么样 北京方面这段时间恐怕是要谨小慎微 也是非常紧张的了 当然最后再补充一点 根据美国媒体的说法 拜登和他的团队就没有对川普总统 最后这段时间对中国的一些做法 他们怎么样看 没有做回应 接下去我们来看一则吵得沸沸扬扬的消息 从上一周末就开始在互联网上流传 星期六星期天 包括现在依然在我们华人的社交圈 看上去呢 也是引起了很大争议的一则消息 这个消息说的是有一家叫做Sytle 那么有些中文翻译成为塞易德这样的西班牙公司 他们在美国的大选中就提供投票和计票业务 而在这些业务的操作过程中就存有了 此次美国总统大选存在着选举所谓欺诈的消息信息 而这些信息目前就已经被美军从这家公司在德国法兰克福的服务器中就给查获了 那么有一些消息说的更严肃一些 美军突击了这家公司在法兰克福的一个办事机构 或者说是服务器的存储机构获得了核心的信息等等吧 各个版本 那么我们看看美联社是如何来抽丝剥茧 最后判定这一则消息是假消息 第一步就是查员 那么这一则声明最早看上去是由一位共和党籍的德克萨斯州的众议员叫做哥莫特 在上一周的一次注目会议上就放出的 他就暗示美国陆军以及从已经从软件公司赛易德的法兰克福办事处没收了服务器 当然哥莫特也承认有关袭击的信息仅来自德语中的德语推文 他说他确实也强调了我不知道真相 那么美联社也尝试着去联系这一位众议员哥莫特的发言人 但就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接下去美联社当然是采访了消息中的涉事的组织单位企业 那具体来说就是赛易德 赛易德在他的官网上我看到了发了一个非常郑重的声明 就是说要揭穿虚假的新闻 这个是他们的一个说法 在接受美联社的一个采访的时候呢 公司也特别强调他们在德国法兰克福并没有办公室 公司虽然在美国有业务 但这个业务并不涉及美国的大选投票和计票 这个是涉事公司赛易德 具体来说是在相关的帖子 包括这一位众议员说法中涉事的赛易德公司的回应 当然因为他有利益在里面 可能有些人未必相信 作为最后的一个求证 美联社就采访到了美国的陆军 陆军发言人在当地时间星期六正式回应说 这些指控都是错误的 这些指控具体来说就是 美国的陆军是否在德国进行了相关去得到服务器的行动 那么相信美国陆军的说法就给种种的一些传言做了一个最后的结论 我不知道您怎么看美联社这样的一个判定的流程 那么在我个人看来 我觉得考虑到美联社的一个立场专业的水准 过往的声誉 他的这样的一个判定所呈现出来的逻辑和线条 我觉得对这则消息的一个判定是很有说服力的了 最后我想说的是在这样的判定其实已经出来十几个小时了 在我们华人圈的一些机构媒体非机构媒体 包括一些大V 如果说此前的报道因为为了抢眼球 那么推出来那毫无疑问没有太多的问题 因为我们非机构媒体其实没有办法要与时间来赛跑 但是出了这样的一个美联社这样的一个调查 特别是美国陆军这样的官方表态出来之后 我注意到不少的大V完全没有做任何的更正 更不要说来删除相关的帖子了 可能他们确实太忙 还有更多的一些消息 他们要再进一步的去转推 最后我们看一则在澳大利亚 在大洋洲比较关心的一则帖子 那就是在11月15日星期天 当地时间11点钟左右 在悉尼的上空就出现了非常硕大的这个天空中 用这种白色的烟雾剂打出来的字样 Trump 2020 那么是在社交平台上 还是澳大利亚纽西兰等多个地方的媒体 都报道了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有人就欢呼说这个是民心的一个体现 主流媒体不报道普通人对川普的支持 那么现在大家用这样的一个形式 一个行为艺术来表达万里之外 人们对川普的一个鼓语呼 当然也有不少的网友朋友们就结合这样的图片 做了一些搞笑的举措 有些人还伸出了终止等等 也是各种各样的表现吧 目前媒体比较感兴趣的是 究竟是哪一些个人或者是群组来发起了这样的活动 为这样的活动来做了买单 是用众筹的方式呢 还是说一个机构就单独把钱给付了呢 目前就不清楚 那么我也和一些华人朋友交流了一些 不少朋友是支持川普的 他们认为这样的形式是挺好的 又能够表达自己的一个声音 表达自己的一个念想 于11月4日美国当地时间星期六中午 很多人力挺川普总统在华盛顿 大游行有一个摇箱的呼应 同时又避免了人群的大规模的聚集 因为不戴口罩是很危险的 我觉得这位朋友的说法很低调 大规模的集会 不管您是川普的支持者还是拜登的支持者 都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现在疫情并没有退去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这个时间段的大洋新闻 我是频道主持人调查记者岳哥 真实报道热情发声追溯地球村的中国光影 再一次就有请朋友们来支持 如果您对事实更感兴趣 同时也愿意听到更多的一个观点的碰撞 当然这些观点都是基于事实所做的一些观点的表达 那么就期待朋友们继续来支持我岳哥 您的评论 订阅点赞转发和打赏 对我都非常的重要 谢谢朋友们 让我们下期见 感谢观看